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说好不生气的 看来终于还是没说真话了 这一旦撒了谎 接下来就会有无数个谎言 可是这样的关系能维持多久呢 老婆 我们之前总是有误会有争吵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谎言 所以 我想跟你做个约定 什么约定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对彼此真诚不能撒谎 遇到什么问题都一起去面对 一起来解决 这 不仅如此 对待其他人 对待朋友也要这样 对别人也要说真话 匹诺曹变成人就不能撒谎了 不仅仅 嗯 从现在开始到一辈子 有点儿的难 要么 我们先续续一个星期 也行 我以这个房子里的包包 首饰 鞋子启示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也以面前这个我最爱的女人启示 我说的也都是真话 不管说什么都要互相理解 无条件微笑 好 那我先来 嗯 你觉得我思源好看吗 好看 比化妆厚呢 差一点点 上周四我不是跟你说 我去跟客户开会吗 其实我跟韩清出去吃饭了 那天我可是做了一大桌子菜 但是你做的菜太清淡了 所以我就假装出去工作 其实是出去吃饭了 你可以理解的吧 我能理解 那我也坦白 其实有的时候 我会把你不穿的一些衣服 拿出去捐掉 因为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再穿了 蚊子 真的有蚊子啊 真的有蚊子 可能我们家窗户没有关吧 你在对我发脾气吗 不是说好要互相理解的吗 好 我再来一个 上次母亲节的时候 不是没去咱家吗 其实我跟我妈说是你不让我去的 你真这么说的 嗯 说太麻烦就不回去了呀 所以你没有发现妈妈到后面 一直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吗 就是因为我是那样说的 老公说好不生气的 我跟韩清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韩清 一会儿游泳 那我也希望你先救我呀 老公 咱们要不今天先到此为止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计 我同意 哦 好 这周末 我跟善良真的不太适合回家 因为我跟善良有一个约定 欣欣啊 你怎么来了 吃饭了没有啊 阿姨给你做点啊 阿姨啊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你也就别演了 也怪累的 我 我演什么了 欣欣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真心喜欢你的呀 她是真喜欢我吗 不是 她虽然说不怎么讨厌你吧 但也不怎么喜欢你 别听她胡说八道啊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啊 她把我当亲生呢 她把我当亲生呢 那怎么可能啊 她对待亲生的能不像对你这么好 那是因为人家心心比你听话 哪像你 我听话吗 这一点倒是真的 你确实比我听话 阿姨啊 其实呢 我也不是很喜欢你 所以呢 你以后也就别演了 咱们以后顺其自然嘛 行 臭丫头 别忘了周末回去吃饭啊 你让我回的 行 会